好,回到繼續光明頂 剛剛說到,武漢因為經過醫保改革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大型示威 不單是武漢,因為大連等各地都開始出現 因為就著醫療保的改革,老人家都很大問題 不過我們有網友提提我們 中國的醫療其實都非常好的 起碼台灣醫保很好 好了,我們今天就不講台灣醫保了 講回大陸那個 大陸那個,剛才你說的三重原因 還有第四重原因是什麼呢 通常他現在的退休工人 或者有兒子,或者有女兒 有兒子有媳婦,有女兒有女婿 以往他們來說,這些退休工人 有一個比較好些的環境 就是因為他的兒子和女兒都有工作 你會說,兒子賣2元個月 媳婦賣8000元個月,加起來有2萬元 又或者剛剛那些兒子和女兒都屬於高管階層 女兒就賺1萬元個月,兒子賺2萬3個月 變成加起來,差不多4萬元的收入 公樓,公車,卓卓有餘 接兩位老人家來看寶寶 看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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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倒闭关门 然后造成了天亮的失业潮 再加上你政策里面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也造成了外资的撤离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一家给杨岳当是午后 两个退休老人家 然后两夫妻子 然后有个宝宝 好了 冲击底下 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就业人口 总共在2021年来计算 是3.7633万 这么少 十几亿人就只有3亿人回去 变来说有些是小过 有些是退休的 好了 变成这些人口来说 到时这个 不是 我再说 是六亿七千 这个三百多万 它那个六亿七千多万的就业人口里面 它是百分之八十是在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做的 这六亿七千多万的就业人口 真正在国家机关做机关干部 和央企国企里面去做公务员 做一些国营职工的 捧铁饭碗 是只有15%左右 所以 即是说 你在这三年 封城清零的过程当中 你变成了这么多的大中小的民企 这个去倒闭 不倒闭就裁员 最近比方说 很多家用电器有裁员 这三年有油产业加起来 超过一千亿美元的产值 你说那里多少人失业 这个日本东芝在中国二十三个城市 二十五间公司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全部close 是吧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其他富士康又倒闭 苹果手机里面 也都将生产线搬去印度 那你变成了 好了 这样的家庭里面来说 那些退休工人下面的子女 很多都变成失业被裁员 一失业裁员 或者他的儿子被裁员 或者他的女儿被裁员 或者他的女婿被裁员 或者他的媳妇被裁员 立刻对整个家庭 防态车态 很成问题 老人家看病成问题 小孩子的学费成问题 甚至乎全家吃饭都成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些老人家 退休工人 比如广州 一个月的医疗补助 原来是四百多元 现在咳 剩剩剩剩剩八多元 武汉那些286元 剩剩剩剩83元 对于他们就是觉得黄台枝瓜何堪再责 简直是黑衣兜里拿了饭吃 所以这个来说 才造成他们 有一种中华民族到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逼得发出最后一敲声 就是走上街头 是的 现在在广州 我听说广州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现在公安部门的人 政府部门上街头 逐个人盯人 那些退休工人 喂 去上街头 你不要上街 你上街等于六四的时候 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 等于那些上街 到时影响三代人 影响你本身 影响你的子女 影响你的孙子 不要上街 就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维稳了 圍到这个地步去 所以我觉得来说 政府在过去四十几年改革开放当中 你很多资源 如果合理地将医疗 教育养老 住房这些去搞好它的话 人民群众对政府 肯定是心悦成福地去拥护 要不然那些一带一路大撒币 搞到现在有成七十几个国家 那些债务要欧销 是吧 那你到头来说 你又比如伊朗 是吧 已经是跟美国死对头了 今次他那个 是吧 伊朗总统来访问中国 他直接跟那些记者说 我去就是重点盯着 中国答应的四千亿美元 对我们伊朗的投资 那你拿不拿命 是吧 那你国内里面有很多 什么鸿安新区 那些烂美工程 诸如此类的东西 浪习了很多资源 再加上三年的所谓 封城清零过程当中 将资源丢去 无忧无止的核酸检查 你比如说核酸检查的时候 在去年4月5月上海封城的两个月当中 他2500万人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查 有时跌上来一天要做两次 最初报价一次核酸检查的成本 就是43元人民币 那2500万人一天是否要消耗10亿 一个月是否300亿 两个月是600亿 还有我们搞两年多 还有搞很多方仓医院 山东省扔了260亿元人民币 去搞了一批方仓医院 刚刚没起床 没有进去住 就宣布放开 放开的时候 这些方仓医院 这些方仓医院全部报废 又要扔一批钱进去 拆掉它 一来一回 我们的资源 就是这样被租撻了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 这个中央里面 其实在以往的决议中 一再强调 要发挥市场 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当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那你结果不是发挥市场 在资源优化配置当中 决定性作用 而是由政府的长官认致 来到配置的资源 做了很多时候的错配 那就交到五行欠水 五行欠水 现在你搞到 没钱出粮 又缺工 你又拖粮 很多官员就躺平 是吧 那你变成就是了 既然里面来说 很多官员 即是机关干部 都要削减薪 他基本工资 职效工资 由奖金津贴 削了奖金和津贴 削了职效工资 削了职效工资 削了基本工资 12元削了5000元 那已经他基本吃力了 那如果说那些 普通的退休工人 他刚刚儿子或者女儿 或者女婿或者媳妇 被人炒了鱿鱼 裁了圆 那就变成一家生计 陷于这个困难 那你供楼供车成问题 那你到头来 哇 微博的医疗保险金里面 还要削了你四瓶之三 那他们根本上是觉得 再加上那些伤轨制 对这些厅局级干部 那些机关干部的免费医疗 他们是无名不知 一个厅局级干部 分分钟一年的医疗 疗养费 那些药费 保健费 是可以支撑一千个工人的 那些医保 那他就对这个所谓的改革 就是觉得完全是历史的倒退 是損害群众根本利益 跟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 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三个代表不相配 但梦翁这里我们也要问一问 其实说真的 中国没有福利这家东西 我想大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知道都不是很多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我们有个这么大型的示威 在武汉市出现呢 甚至乎他的形式有点似的 又是讲一下国际歌 又是在做大型的示威活动 冲击一下警民冲突 不如我们广告回来 真的问一问 是不是因为白纸运动 吃过翻筹味 但开始出来 就想着林庄来多一铺 广告回来继续 好 回来继续光明顶 刚才说到我们看到武汉大连的大型示威 开始又出现了国际歌 警民冲突 而且是一个跨省跨市的示威行为 不同我们以前的群众事件 一个城市围着它 比如郑州银行擠提 一个市就算了 但这次跨省跨市 感觉上有点像白纸运动的开始 是不是吃过翻筹味 不是吃过翻筹味的问题 反映了在过去几年来 各类政策的合成贸誤 和三年的封城清零 对整个经济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过去三十多年的国家开放 无论有什么曲折都好 总归来说 因为是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所以市民的生活水平 是逐步提高 但是这三年来 造成了很多倒退的措施 包括政治上 思想上 经济上 外交上 社会上 文化上 很多措施 你现在倒退的时候 就令到经济民生 受到很大的损害 造成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直接的下降 这件事柴米油盐的 是影响到他们 你四百多元 只剩下百多元 广州医保 武汉那些由286元剪剩 剩下83元的时候 他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你很多宣传说的 大话哭话假话 官话套话 他老百姓不关心你 但是这些 喂 打开了保仔 不见了四分之三 他就肉赤 针不到肉不痛 他现在之所以 跨省市 都这么多来抗议示威 就是因为针跟着肉痛 直接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当时 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其中一个中国满有的底气 就是我们人民群众 吃草都可以 喂 现在我们老人家 用回香港人 整天说 很不熬得 你现在四十多年 你改革开放 很多人都出个角去见识过 第二 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时代 有个手机一按 很多时候都 无怨佛界 所以再用以前那套封锁消息的东西来说 那套落后的所谓的维稳手段 已经是很难应付到这些群众 他们的正当合理的要求 而且基本上 是令到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的 那些合理的要求 你怎么可以走去镇压呢 压伏 我记得一种是压而不伏的 这就是你刚才所讲 为什么会这么多省市都封起雲涌 来到医保问题上抗议 这个就是原因 是的 既然中国的群众不能吃草 折不了楼唯有开源 香港的问题 都是有个开源折楼问题 是的 比如说你明天做财政预算案 就要发表了 我看到有些团体 在过去这段时间主张加税 比如说烟草税 主张又说要加100% 我觉得这些 简直就是在非常清醒情况下 所做的疯狂的白日梦 为什么我会这样去反对 加100%的烟草税 其实来说 从传统经济学的原理也好 或者凯恩斯的理论也好 通常就是说 一个政府 他自觉理政 在经济层面的政策 他规律性是怎样呢 当经济繁微 过热的时候 他就要用加税 加税就是去压抑过热的经济 潑冷水 将它降温下来 向平稳的方面发展 但是反过来 如果经济是衰退 经济萧条的时候 就要用减税的方法 来刺激经济 刺激投资 刺激消费 令到经济尽快复苏 走向繁荣 这就是一个客观规律 大家早所周知 在2019年到2020年 由于我们特区政府 不合时息推出逃犯条例修订 引起后来社会矛盾激化 引致社会动荡 后来刚刚疫情 所以在2019年到2020年 那个时间是连续六个季度经济收缩 而在2021年的时候来说 就略有反弹 但是去年 去年这个2022年 连续四个季度 经济收缩 全年经济下跌了3.5% 那逢同学 你都对经济学都不是陌生 连续四个季度收缩 这个100%就是经济衰退 有什么理由在经济衰退 香港里面百业蕭条 民不疗生的时候 去加税 加烟草税 加100% 所以这些 不单止对民间疾苦的麻木不仁 而且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 对治国理政基本方针的 一瞧不通 但是蒙翁 有些事情我真的要调反帮政府说 虽然它就麻木不仁些 但是你看看我们政府 不单止我们经济收缩的 我们税收又减少了 还要近期卖地又几次流标 接着政府就公布出来了 原本卖地今年打算是 1200亿 现在才得到300多亿 根本上就开始出不了粮金 就是 出不了粮 那你没理由折我留的 工务员减薪 不如先来加你税 今天我们要考虑一个民心的影响 现在这几年来 香港人口由登记的750万 降为723万 去年一年就正流出6万人 但你不要忘记每日有150个名额来香港 其实有一年就正流出超过12万 为什么呢 所以在现在的时候一定要采取一个措施 要令到我们香港市民可以优养生息 优养生息 要等给市民一个喘气的机会 已经受了几年疫情的困扰 对内地又封关 对海外又封关 香港成为一个孤独 困局 危局 僵局 现在来说疫情基本过去 你香港特区政府 你没什么理由在经济衰退蕭条的时期 逆潮流逆这个规律逆周期 去加百分之百的烟草税 在这里我又要这样说 现在大概香港的烟民有60万左右 佔全港人数百分之7.8 它就涵涵各个阶层 最近主要基层为多 主要基层为多 因为大佬 他烦恼的时候 他吸烟来提神 你这些生活程序都去扼杀他 你益了什么 益了一些私烟 因为你加百分之一百的时候 那些人不早就去买私烟 你变成益了那些私烟 完全是唯冤俱如 唯从俱着的做法 不过在这里我要离身 我林鸿来香港到今年五十年 大家都见我 从来从小到大 一口烟都没抽过 并且有一次我去一个 朋友两姐妹的家 作客在半山 因为她两姐妹抽烟 我就立即叫她的妹夫 然后就开车下山 去买两个口罩 给我带着 你两姐妹 你抽烟抽到够了 所以我是一个不吃烟 对二手烟都很抗拒的人 来到反对加烟草税百分之一百 我做了利益申报 所以梦佣大家都知道你不吃烟 你每星期二在升如红中 你吃烟还有这么多中气 不如我们星期三回到光明顶继续 商业电台节目精华一日放送 立即like、share、comment 记住还要在YouTube按下个钟仔订阅 想随时随地听回精彩节目内容 快点订购商台节目重温